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 命好 运好 都不如心态好 作者 小点 看过这样一句话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福报 一个人过怎样的生活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心态 心态不好的人 即使能力再强 也很难过好这一生 生活的好坏 关键一直是我们自己 命好 运好 都不如你的心态好 心理学上 有一个效应叫做 菲斯汀格法则 即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组成的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 如何反应所决定 也就是说你拥有怎样的心态 就拥有怎样的生活 2019年 大概是未来汽车创始人 李斌最不愿回忆的一年 那一年亏损一百多亿 上升的钱撑不过一个月 股价跌到了退市的红线 而他也被称为最惨的男人 可是李斌没有因此放弃 一直积极寻找破局的方法 好在命运也从不亏待 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 在他的坚持下 找到了70亿投资 和政府背书 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 开始了脚踏实地的发展机会 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 一年后 未来的股价 适时翻了几十倍 交出了一份超出 业界期待的财报 后来李斌在一个采访里说 未来已经成功地 从ICU转移到普通病房 现在已经可以下地走动了 一句看似简单轻松的调侃 背后经历着 我们无法想象的绝望 可也正是这种 把逆境当成历练的心态 李斌才能带领未来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之总有八九 我们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的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选择消极心态 人生这场战争就注定以失败告终 人生齐齐落落是尝试 保持好的心态 才是一个最大的本钱 就像吉格斯说的 态度决定成败 无论情况好坏 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 莫让沮丧取代热心 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在逆境中修炼自己 在沉淀中打磨灵魂 顺境时修德 逆境时修心 才能最终赢得人生这场战役 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阿德勒曾说过 我们的烦恼和痛苦 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 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时运不起 不是生活出了问题 而是看待的事情的心态出了问题 蔡兰在节目中 讲了她旅行时的一个小故事 她在西班牙旅游的时候 遇到一位正在钓鱼的老舟 她走进一看 钓的鱼都很小 于是她劝老舟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那儿的鱼都大得不得了 结果老舟回复她 先生 我钓的是早餐 就是一句话 让蔡兰醍醐灌顶 所以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幸福不是财富 也不是名气 而是来源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同样的意见是 心态好的人懂得知足藏的 看不到身边的希望和美好 永远活在痛苦中 明朝 金兮人 胡九勺 家境贫寒 一边在私塾当老师 一边耕种家里寂寞薄田 日子勉强维持温饱 可是每天黄昏之时 胡九勺都要到门口焚香 感谢上仓 就赐给她一天的清福 她的妻子笑话她 我们一日三餐吃的全是菜中 这叫什么清福呀 胡九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 没有战乱 一家大小团聚 没有挨饿 受冻的忧虑 家中没有人生病 也没有人被关在监狱 生活能够如此平安 难道不算清福吗 都说向有新生 幸有新造 人活仪式不就是活一个心态 财富和地位固然重要 但有时候拥有太多 反而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难以快乐 那些真正幸福的人 并非拥有一天 而是所求的少 懂得知足 生活也许有好 也许有坏 但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何不选择一个好心态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才是通向幸福的最佳捷径 其实人活这一辈子 走得越远 需要背负的东西就越多 可是背负太多 难免步伐沉重 成为自己的笨脚石 我们常说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有时候坚持该坚持的 丢弃该丢弃的 心情尽朗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登山爱好者 总是一起相约攀单 一起征服了大大小小的雪山 有一次他们听说 有座雪山沉空登记的寥寥物几 两个人决定再次挑战 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眼看着距顶峰不到一百米 没想到此时天气突然开始突变 大雪持续加厚 狂风让两个人快迷失了方向 顶峰静在咫尺 却似乎遥不可及 A认为安全重要 只要保存实力 相信自己 以后依旧可以再出发 而B也看着马上就要登顶了 现在回去心有不甘 虽然还有下次 但没有了成就感 两个人产生争执 深夜不能说服谁 最后A转身下撤 B继续前行 但就在B距离顶点 只有最后一步时 狂风卷起雪崩 瞬间将它吞没 身脚下 人人都在为A感到庆幸 感叹它被命运之神建固 可A只是摇摇头沉默不语 可是所谓幸运 其实是懂得取舍 人生也是这样 处处是抉择 有时候进一步是深渊 退步是遗憾 但你越在意什么 就越容易失去什么 你要知道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拥有和失去 从来都是平等的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把心变简单一点 才能发现 真正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者通透而自在 周国平说 不管生命多么短暂 我们要笑着生 笑着享乐 笑着受苦 这才不往后一生 那如何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确实把心态的态 拆解出来 就是心大一点 心大了 事就小了 困难就过去了 心大了 气就剩了 你就不会累了 心大了 烦恼就少了 生活就富足了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 拥有一个好心态 便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愿你保持好心态 命好一辈子 我相信大家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不一样的心态 就是在对面对抉择一件事情 或是看待一件事情 或是评价一件事情 甚至是自己亲身经历一件事情 在这个年纪心态是怎么样 可能在 比如说10岁什么想法 15岁什么想法 20岁什么想法 25岁什么想法 说真的 在过去的过去的时候 如果在过去过5年10年的话 现在面对的工作生活也好 面对的很多事情 可能小马就会比较理想化跟幻想化 你会憧憬未来是一个 可能会有美好的未来 可能会有很多的意外 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 或是有很多的惊吓 我们都不得而知 但是会对未来有非常多的憧憬 那是一个当时的心态 那遇到想要做的事情 在做抉择的时候 就会有太多的天马行空 换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不够沉稳 也不够有自知之明 当然也有人过了几十年 几百年 没有几百年了 但也有人从一岁活到七十岁 都觉得天马行空了 这样人也是有的 可能生活过于幸福吧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在出生的家庭当中 都是非常的富足 可以让你天天 就这么的天马行空 不能说不能有 天马行空的想法 只能说天马行空的想法 它还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 经济基础决定上乘建筑 所以听起来 是有点转眼的术语吧 但是说真的 不管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有了经济基础 才能去做更多的东西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那你说如果 以现在的心态 来面对相同的事情的话 会淡定许多 甚至会觉得说 不会那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 跟期望 是因为有一个 有了自知之明 还有知道自己能得到多少 也甚至知道自己 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做一个新的工作 或者一个新的环境 或者交到的朋友 就是你会有一个 心态在那里 就是你可能你的想法 你想要的 或者是说 你知道自己可以做的 可以付出的 可以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其实我还蛮赞同文章里面说的 就这个事情的发展的部分 你自己的部分 只占百分之十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 是你的心态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比如说现在的工作 这是我第三个月 在秘密直播的部分 第一个月的心态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要尝试看看 因为我也需要工作 不可能天天在这边等着等着 因为暂时还没有要回去台湾的部分 那有一些工作完全就不能接 那完全没有收入该怎么办 那就尝试看看好了 然后也有家人的支持跟陪伴 那第二个月呢 第二个月觉得 上个月有好不容易完成了 试播的任务 那希望第二个月能完成 然后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要第三个月的现在 距离完成的路还要很远 但是我还觉得说 还是要坚持 哪怕有的时候会有点 没有完成 固然性也会有点小久久 但是不管怎么样 坚持下去才知道未来是什么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之后再见啦